近日,美国俄亥俄州发生致癌物绿乙烯泄漏事故 让我想起了一部片子,切尔诺贝利 豆瓣32万人,评分9.6 HBO5级迷你剧,剧名植入主题 聚焦史诗级灾难事故,切尔诺贝利和泄漏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这部剧的号,是好到让你无法呼吸 就像是一只手将你拽进最绝望的现场 巨像 1986年的那场爆炸,似乎离我们已经远去 专家称,消除其核泄漏事故后遗症需800年 而反应堆核心下方的辐射自然分化则需几百万年 来看一组更直观的数据 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限气量 12战时期爆炸于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27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患上癌症 其中致死9.3万人 参与抢救切尔诺贝利的英雄有50万人 净利在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研究成果上的报告说 全球共有20亿人口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 然而很难想象 这样一场世纪灾难发生后的5天 基辅如期举行了劳动节庆典 一派欢乐热闹的景象 没有人知道130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什么 一场人为的天灾 背后是森冷的谎言与真相 本局如何表现这十股的真实 讽刺 就像所有灾难发生前惯常的那样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平静的出奇 多视角切换下 每一群体都有各自的立场 但基于安逸的无知无觉 他们都卷入了同一个漩涡 消防员瓦西里深夜奔赴事故现场救援 他以为那是一场普通火灾 同样不明所以的 还有他的同事米莎 无意间捡起地上的石块摆弄 可随后 他刚刚戴着手套的那只手开始溃懒 看到这里 我浑身一颤 现实中 据当年的消防车驾驶员格里格里回忆 我们在凌晨1点45至50分到了那里 看到了散落的石墨谢米莎问 那是不是石墨 我踢开了他 一个消防员捡起来看了一下 说这是热的 他们有大有小 小的能够拿在手里 我们对辐射了解的不多 即使是在那里工作的也是如此 剧中米莎抓起的 显然就是反应堆心强伏合员 然而这个人间地狱 正在远处被人们当作美景观赏 大家只知道 发电站着火了 在不知情中 他们被远处绚烂的光柱吸引 发出感叹 仿佛是一场烟火晚会 结束后还伴随着纷纷扬扬的灰蟹 落在女孩的银发上 落在孩子们好奇的脸上 镜头美极了 然而他们还不知道 这些尘埃正是从反应堆中喷勃而出 随着大火被拨散到各个角落 这是最令人心痛的死亡之美 一时间 没有人敢相信发生了什么 在现场的人好像都被震傻了 于是开始欺骗自己 爆炸后 核电站的技术人员 第一时间报告上级 反应堆堆心爆炸 副总工迪亚特洛夫 听后第一反应是自我催眠 堆心不可能爆炸 他走出实验室 透过炸碎的玻璃看向外面 分明一地的石墨碎块 一个装睡的人又怎会被叫醒 而一个谎言 接下来总要用无数个谎言来圆 仪表盘测量显示读数 已是仪表上线 3.6轮清 他却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向上头领导汇报 厂长波卡诺夫最先关心的 不是事故原因和进展 而是自己的乌纱帽 三人开小会 明面上是汇报情况 暗地里抢着推卸责任 副总工引去爆炸实情 只说是突发火灾 绝口不提事故具体原因 只说自己按照总工 浮明的方案执行才引起屋顶期货 浮明自然拒绝背锅 直指副总工才是直接监督人 最讽刺的是 当被问到辐射情况 厂长听到3.6轮清这个读数 与副总工的反应惊人一致 3.6轮清到底是什么概念 RBNK反应堆专家瓦列利 接到当局电话 当他得知这个读数 事实上 3.6轮清的确是很好的情况 因为随后工作人员 又用了一个200轮清 量成的仪器去测量 结果爆表了 造成恶果了 根本不是集体的失智 而是集体的傲慢 催生出的弥天大谎 谎言的高潮 是一场紧急会议 厂长向当地的执行委员们汇报 将事故原因归结为 水箱故障引发的火灾 厂长一边 各种民事案室和工业 属于机密项目 不能有任何负面流出 委员会一边 提出已经有呕吐 烧伤案例 建议组织民众安全撤离 最有发言权的能源局局长发话 终结了对峙 一个细节 他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真名叫什么 大家才反应过来 切尔诺贝利只是地名 而核电站的正规叫法应该是 弗拉迪米尔伊列宁核电站 对 这是一座有纪律性的核电站 它首先属于中央 其次才坐落在切尔诺贝利 所以 是周围的人重要 还是影响更重要 他下达命令 关于此事 当时只出现过一则相关报道 看载于真理报三版 小标提示 危险已经过去 只包住了火 然而 消息可以封锁 但没人能阻挡 同位素的侵袭肆虐 镇上的空气都在发光 那是粒子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超过了光速 产生核辐射效应 真相 不是用止血的 事故到底因何发生 如何进一步施救 追责 是后面聚集的重头戏 这时长一小时的第一集 已经开了个好头 由于前苏联政府担心引起人民恐慌 所以居民们并没有被告知事情的全部真相 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 记录下了真相 救援人员一路跑着运送伤员 跑着跑着 自己也倒在地上 一名核电站工作人员 为了保证同伴顺利进入核反应堆大厅 用身体抵触高辐射的大门 眼见身上伤口大面积占开 值班长和技术员为控制灾情扩大 进入总控室手动关闸门 冷却反应堆 两人暴露在辐射中 一边关着数不尽的阀门 一边聊天 一个更执拗 坚定地说操作没有问题 一个哭着自责 觉得必然是哪里出了错 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 让人猜测他们平时工作中少不了半嘴 却自愿前来执行死亡任务 他们动作放缓 一时逐渐涣散 皮肤渗出血气 可他们手上的动作都没停 与此同时 开了上帝视角的《我们知道》 圆桌会议上 老领导颤颤巍巍的 进行完一番伪光正的发言后 下属们纷纷打击雪事故长 事故发生后 下达紧急通知 领导的安全被优先考虑 而真正发光发热的人 在为人所不知的地方 以生命做代价 换取民众的安全 这集最震撼我的一个镜头 主角不是无谓的善者 也不是说谎的恶人 而是在谎言的重重包围下 一个被迫触碰到真相的人 技术人员迪亚特洛夫带来恶号 辐射量已达到200轮轻 可总共并不相信 还没令他轻去厂房楼顶测量数值 当他目睹 浓重的放射性烟尘 从堆心滚滚升起 镜头胶着在他的背影上 短短10秒 就让人看得煎熬 当他缓缓转过头 脸部皮肤已经被辐射灼伤至发红 这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 镜头掠过灾后废墟 污染下的林地 落在上有蓝天的远方 对准还为被灾难吞噬的普通人 蓝天下 带红领巾的孩童如常放学回家 突然一只鸟坠落 略作挣扎后断了气 我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女作家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他的书里描写的场景 司机不明白 牛儿为什么不停朝车窗撞来 好像瞎掉一样 那些鸟不是疯了 就是打算自杀 这里发生的一切 甚至包括补救 都是疯狂的 同时死亡也在疯狂蔓延 片中两次提到金属的味道 一次出自消防员 一次出自核电站技术人员 那不光是字面意义上的金属味 血也是金属味的 齐尔诺贝利在说 真相有时不会用纸写下来 但会用坠落的鸟儿 布毛的土地和人命写下来 这正如开头所说 所有谎言在此刻都不会奏效 他只是在透支未来的代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点个关注 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看见齐尔诺贝利 我们下期再见